近日,關永河爆帝在行山時意外墮下, 宋苑搶救後身亡,關永河大受打擊。 據了解,弟弟被關永河年輕三歲,欲有一子, 關永河得知弟弟惡好後,情緒陷入崩潰。 身為丈夫的張家輝無奈因有合約在身, 要留下關永河一人處理白事。 據知張家輝心系太太,所以盡快拍攝好, 就回港陪伴太太。 事隔宋舟,關永河今日首度現身, 在自己的御所剩下七人車前往關堂一座大廈。 據悉,關堂該座大廈是異顧包帝的御所, 只見關永河身形銷售,面容潮水,家中遭逢巨變, 和最重親情的關永河可謂身心疲累。